好 昨天這個平安夜 不但剛剛看到有這個砍殺的案件 宜蘭礁溪深夜也發生了警匪追逐戰 有兩個偷車賊偷走一輛小貨車 車主聽到引擎不明其妙發動 聲音不對勁 趕快報警 車主 警方跟小偷就這樣子 從礁溪撞為武捷羅東 這個追了超過半個小時 兩個貫切最後被狼狽的制服了 我們的獨家 大半夜男子雙手反靠狼狽 趴在地上 而另外一名同伙 也被警方壓制在地 表情痛苦 警方大陣仗出動 好幾名員警 當街壓制上銬 原來在24號深夜 宜蘭發生一起驚險的 警匪飛車追逐大戰 回想了兩個偷車賊 為了躲避追氣 飛車狂飆真的好驚險 當時警方一路從 礁溪撞為霧捷羅東 追了超過半個小時 將近30公里 最後嫌犯不敵 優勢警力 當街遭到逮捕 開車停在我們樓腳 車發動我們就聽到了 車主從車子被偷的地點 交信跟著警方嫌犯 一路追到羅東來 還差點被撞飛 忍不住大罵他們 又夠惡劣 這兩個偷車大盜 手法相當粗糙 就是把螺絲起子 用力插進汽車鑰匙孔 往右轉來發動引擎 手臉偷走超過40台車 雙眼無神貪坐在地上 兩位橫行宜蘭的偷車賊 專載萬上偷車便賣 這回終於釋風被帶 記者阿公亞麥 揚州市黃子鳳 依然報導 包 dat 找到 然後 道